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父母的事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讽刺的是我们往往在儿女长大后才逐渐了解怎么样为人父母 今天我打算跟各位分享一些我当初就希望自己能更明白的事情关于养儿育女 在我担任使徒期间,我时常强调传道议会、支联会议会、知会议会 以及辅助组织议会等教会议会的力量和重要性 我相信要获得实际结果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议会 而这也是主的模式 正如经文所说的,主透过天上的议会创造宇宙万物 可是直到现在,我都不曾在总会大会中谈过这些议会中最基本 可能也是最重要的议会 也就是家庭议会 我们一直以来都需要家庭议会 事实上,家庭议会是永恒的 我们在前生时便是家庭议会的一员 那时我们与天上的父母同住是他们的灵体儿女 家庭议会若能以爱与基督般的品格来主持 就会恶阻现代科技的影响 这些现代科技经常在我们与家人共聚一堂时 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也容易将邪恶的事物直接带进我们的家中 请记住,家庭议会和每周一所举行的家人家庭晚会是不同的 家庭晚会主要是专注在福音教导和家庭活动 而家庭议会则可以选在当周的任何一天举行 而且会议主要是让夫妻之间以及父母与儿女之间 有彼此倾听的管道 我相信应该至少有四种类型的家庭议会 第一,全家一起参与的家庭会议 第二,父母两人的家庭行政议会 第三,直线父母与一个孩子的家庭议会 第四,父母或父亲或母亲与孩子一对一的家庭议会 在所有家庭议会的场合当中 每个人都需要关掉电子设备 使大家可以看着彼此聆听对方说话 举行家庭议会的时候或其他适当的时机 你们可以准备一个用来放置电子设备的篮子 所以当家人聚集在一起时 每个人包括父亲母亲 都可以把他们的电话 平板电脑和音乐播放器放进篮子里 这样就可以一起商议事情 而不会受到诱惑去回复脸书、简讯、社群软体 或电子邮件所传来的提示 让我简要地与大家分享 这几种类型的家庭议会要如何运作 首先是全家一起参与的全体家庭议会 教会有一本小册子 标题为《我的家庭》 里面说到 家人聚集在议会中讨论家庭问题 解决金钱问题 安排计划 互相支持、巩固 和为对方和整个家庭单位祈祷 这种议会应该在事先安排的时间举行 通常比其他类型的家庭议会更加正式 这种议会应以祈祷开始 也可以是一个自然而然地延续其他情况下已展开的对话 请注意 家庭议会不一定都有正式的开始或结束 当父母做好准备时 而儿女也聆听并参与讨论 家庭议会真的可以发挥它的功效 无论我们个别的家庭状况如何 了解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独特情况是十分重要的 即使家庭之间有同样的基因 但是每一个人的情况和境遇 还是有可能会让彼此之间有十分大的差异 此时可能就需要家庭议会发挥爱心和彼此合作 例如 世界上所有的讨论、分享和爱心 未必能解决某些家人面对的医疗情形 问题情绪挑战 在这个时候 当决定要向外寻求协助时 家庭议会变成为一个使家人团结凝聚 显示忠诚并且给予爱心支持的地方 在艰难困苦的时刻 如果父母欲用家庭议会邀请兄弟姐妹中年纪较大的孩子 提供协助和支持 他们便可以成为年幼孩子有力的导师 这样一来 家庭就像知会一样 当主教让知会议会的成员参与其中 他就能借由成员的协助解决问题 并完成许多单靠一己之力所无法达成的美式 父母也需要用类似的方式 邀请所有的家庭成员来处理挑战和逆境 如此一来 就能使家庭议会发挥力量 当议会成员觉得自己参与了决策过程 他们就会成为支持者 然后去达成具体的正面结果 不是每个家庭议会都会包括父母亲和儿女 你的家庭议会可能会与我们当年养育 七名子女的家庭议会截然不同 如今我们的家庭议会只剩下巴巴拉和我 除非我们举行一个家族家庭议会 邀请那些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和他们的配偶 或许有时也会邀请我们的孙子女和曾孙子女来参加 单身或离家在外的学生 也可以效法神的这个议会模式 邀请他们的朋友和室友聚集一起商议事情 想一想 如果室友定期聚在一起祈祷 聆听 讨论以及做计划 公寓的气氛会有何种的改变呢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行调整家庭议会的模式 使自己从慈爱天父所制定的神圣模式中受益 如我们先前所述 偶尔举行家族家庭议会也蛮有帮助的 家族家庭议会可由祖父母和他们已离家的成年子女所组成 即使祖父母或成年子女住得很远 他们还是可以透过电话 Skype或是FaceTime 参与家庭议会 你可以考虑在星期日 也就是每个星期的第一天 举行一般的家庭议会 家庭可以检讨回顾过去一周的事物 并且为未来一周做计划 这可能正是你的家庭所需要做的 好使安息日成为一个喜乐的经验 第二种家庭议会是只有父母两人参与的家庭行政议会 父母在这段时间里 可以一起检视每个孩子 在生理、情绪和灵性方面的需求 以及他们进一步的情形 家庭行政议会也是夫妻两人讨论彼此关系的好时机 海勒里长老当年为我们夫妻印证时 教导我们一个有用的原则 我相信这对所有的夫妻都会很有帮助 他说,晚上如果没有 一起跪下来握着手做祈祷 就不要上床睡觉 这样的祷告会邀请天父 借由圣灵的力量给予我们所需要的忠告 第三种家庭议会 是限定成员的家庭议会 在这样的议会当中 父母两人花时间与某一个孩子一起 这可以是一个正式或是非正式的场合 这是讨论预先做抉择的好机会 可以谈谈这个孩子往后做与不做哪些事情 一旦有所抉择 不妨将所做的决定记录下来 日后若有需要 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你的儿子或女儿视你们为坚强的后盾 这个议会就可以定立一些未来的目标 这类的议会也是仔细聆听孩子真正烦恼和挑战的时候 他们可能正面临像是缺乏信心 被欺负 被霸凌 或是恐惧生活等等的状况 第四种的家庭议会是父亲或母亲与孩子一对一的家庭议会 这种家庭议会通常是很即兴的 例如 父亲或母亲开车载孩子或与孩子一同坐家事时 就可以把握这些非正式的机会 父亲或母亲带其中一个孩子外出逛逛 也可建立一个特别的灵性时光和情感连结 是些安排这样的活动 会让孩子满心期盼这个与父亲或母亲单独相处的特别时刻 现在弟兄姐妹们 我们家里的围墙 过去曾经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防御 来抵御外界的入侵和影响 只要我们锁上门 闭上窗 关上大门 就可以在我们小小的避难所里感到安全 以及受到保护 不受外界的打扰 然而 这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我们家里实体的围墙 门窗 栅栏或大门 已经防止不了网际网路 无线网路 行动电话网路等无形的入侵 这些东西往往只需几点几下或敲几几个案件就渗入我们的家中 幸好主已为我们提供一个对抗这些负面科技入侵的方法 使我们不至于让这些负面的科技夺走我们与彼此共享的宝贵时光 主的方法就是透过议会系统来巩固 保护 保护 保卫和滋养我们最珍贵的关系 孩子急需父母愿意倾听他们的心声 家庭议会可以提供一个时间 让家中成员学习彼此了解和学习彼此相爱 阿尔玛曾经教导 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与主商量 他必指导你做有益的事 透过祈祷邀请主成为我们家庭议会的议员 将会改善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有了天父和我们救主的协助 我们就可以在祈求帮助时 变得更有耐心 更加体贴 以及更乐于帮忙 更乐于宽恕 更具同理心 在他们的帮助下 我们可以使我们的家成为人间的小天堂 当家庭议会按照天上议会的模式 充满了基督般的爱 并且由主的灵来带领时 就会帮助我们保护我们的家庭 远离那些使我们在宝贵的相聚时光中 无法专注专心的事情 也会保护我们远离世界的种种邪恶 家庭议会与祈祷结合时 就会邀请主与我们同在 如同他所应许的 因为无论在哪里 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 那里就会有我在他们的中间 邀请主的灵成为你的家庭议会的一员 会带来无法形容的祝福 最后 请记住 定期举行家庭议会 会帮助我们提早发现家中的问题 并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 就提早解决 家庭议会 会帮助每个家庭成员 体认到自己的价值感和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 在自家的围墙内 家庭议会会帮助我们 培养珍贵的关系时 更顺利和快乐 愿我们聚在一起商议时 天父会祝福我们的家庭 这是我谦卑的祈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 我们一起祈求